我准备把我的房子卖了 唯一的一套房子 以后直接租房算了 实在是背负不起这个房贷了 每个月要还7800 首付付了40万 房子当时是差不多150万的房子 这个房子买了不到五年 现在房价从150万降到了现在的80万 实在是亏不起了 已经没有办法偿还这个房贷了 当初是最高点位入手的 每个月的利率当时是6.08 还加上了积点浮动是108 我没有见过比我更高的 我见过比我更低的 大概是上浮积点大概是40个 现在房贷利率直接到了3.7 就以武汉的为例 现在首套房3.7 正常是4.1会下浮30%到3.7 而且那个积点是不用加的 积点还要减 所以说现在买房子 感觉当初真的是后悔了 以前那个价格 现在可以买两套房 你们知道我到底亏了多少钱吗 150万的房子 房价亏了70万 五年来每个月还7000块钱 大概一年就是差不多 将近10万块钱 9万多块钱 五年就是45万 再加上一个70万 大概就是115万 这当初还了这么多钱 其中总共还了 每年还了9万块钱 然后呢 五年45万 只有10万是本金 35万全部是利息 35万的利息 加上70万的房子的折价的价格 大概就是105万 五年时间直接亏了105万 现在房子80万 已经挂上去很多天了 依然无人问津 看来大家还是真的 房子买涨不买跌 房价在下行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愿意入手 虽然说现在房贷利率不停的下来了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持观望的态度 以前啊 人们呢 觉得买房是为了结婚 没办法 现在好像活得更通透了 租房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与其一辈子 30年背负着每个月7000的房贷 还不如直接每个月租着2000块的房子 剩余的5000块钱 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 我2000块钱一年的话 也就是24000 30年的话 差不多就是72万块钱 我现在呢 把这个房子卖了80万 30年之后 我还能有8万块钱的存款 大家感觉这个买卖划不划算 其实我觉得买房和租房 只要是看自身的需求 如果说打算长期定居 买房还是划算 如果说不确定以后 会不会在这个城市继续发展 或者说回老家 那还是建议大家观望观望 房子啊 买了之后呢 虽然说不像其他的产品 容易贬值 但是没想到 我买的这个房子 贬值的速度这么快 105万说没就没了 五年也挣不到 20万块钱 105万就这样没了 真的是无语了 而且这80万块钱 我把它卖了之后呢 我还要去补之前的窟窿 等于说还没有钱落到手里 因为80万卖掉了 我等于说 我这个房子 还有差不多 120万的 100多万 145万的 差不多 135万贷款 减去这个80万 我还欠银行55万 所以说你们觉得我这房子卖了 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我就怕以后下去啊 房子会跌得更低 甚至是无人问津 到这种地步 真的是较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我也不敢直接断供 到时候变成法派房 法派房到时候可能就只有40万块钱 而且40万块钱 到时候要付更多的钱 不敢想啊 买房子啊真的是没想到 到这样的地步 我也是无语了